用語文溝通的時候,最重要是讓人知道我們的意見是什麼 如何能夠將表達的說話清楚可以讓人看得到那個脈絡 其實和Linking Ideas 的主題是有關的 試試很簡單從三方面去講,如何可以做得好 一是關於Sentance Patterns,我們看到很簡單的句子結構 二是Conjunction,連詞,三是Ponduration 用得好的話,你的意思就會清楚解答得到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一個簡單的句子結構 我們知道一定會是這樣的,第一是Subject加個Verb 比如說Mary is singing,沒有清楚解答得出來了 第二個句子結構就是Subject加個Verb,再加個Object 比如說Mary loves music,看到有主有客 這是基本的句子結構,第三 Subject加個Verb,再加個Component Her name is Mary Mary是一個Component,是一個資料 或者是補充資料 除此之外,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很多時候都聽到一個朋友 用Clause和Phrases這些字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中文翻譯 有時候可以叫分句,有時候可以叫紙句 有時候可以叫分句 亦都表示的意思 其實是很短的句子 很短的Standles 有些混淆的,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一會看到就知道 在一些表達意見的時候 可能你是需要有不同的短句 做入一個長的句子 中間加一些連詞或者標點符號 所以我們會分分 看看,在Clause裡面 其實可以有Subject和Verb 就是Phrases裡面 Phrases裡面就沒有了 最大的分別就是一個Phrase 一個片語裡面是沒有動字 這個是最容易 大家可以知道 Clause和Phrase有什麼分別 我們說到Conjunction 很多時候 我們給大家意見的時候 都會用到一些 跟原因有關的Conjunction 比較有關的關係 以下這幾個字都有大家見過 Because或者Because of Since For Owing to 或者Do to 只是舉一些例子 留意一下 這兩個句子 我可以加些什麼字 才對呢 We could finish the work 這個都是同一個Clause 在兩個裏面 一個就是 They helped us 一個就是 The help 上面 They helped 就是一個Clause 你會看到Subject 有Verb 有Object 剛才的Sermans Patterns 有動詞 這個就是Clause 下面 the help 這裏沒有動詞 你說不是 help 就是一個動詞 這個要小心 這個 同一個寸法 和讀音的字 其實英文和中文都是 它可以 作為一個名字的身份 有時候是動詞的身份 在這裏下面 the help 這個是一個名字 他們的幫助 這個幫助 這個幫助是一個Noun 所以這個是一個Phrase 原來你能夠分得到 哪個Clause 哪個Phrase 你就懂得用 哪個Clause 哪個Conjunction 看看這裏 如果是Clause 你可以選擇 As For Since 或者Because 我們做得完 因為有他們幫助我們 但是如果是the help 一個Phrase 有他們的幫助 中文都不同的 因為他們幫助我們 還有因為有他們的幫助 幫助在這兩句裏面 中文來說 都是分開了動詞 和文明詞 英文都一樣 當你見到Phrase 你只可以用 Because of Owing to 或者Due to 這個一定要留心 你看看另外兩個 Despite 和In spite of 都有類似的意思 我們可以說 Although he is old He is healthy He is old 和He is healthy 都是一個Clause 如果我們不用 一個Clause inPhrase He is old age 我們只可以用 Despite Or In spite of his own old age He is healthy 到Punctuation Bring符號 為什麼它這麼長 除非一些Bring符號都沒有 其實都是錯的 I usually go shopping there since It has a huge selection I can get everything I need 基本上都讀不完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就會加一個Semicolon I usually shop there since It has a huge selection Semicolon 在這裡 代表一個結果 或者一個人詞 的意思 I can get everything I need 或者用Full stop 直接把它分開成兩個句子 I usually shop there Full stop since It has a huge selection Comma I can get everything I need 所以你看到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幫你表達你的意見 大家先用這三方面的參考 最重要就是 用這個句子結構 選擇合當的連接 和合當的表點符號 我們下次再聊 好